TOKO早餐 即时加入TPP跟RCEP 我们的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就到了 哇那政府好像动起来了 可是2014年我们会有好日子过吗 我们现在请到的是 台湾金融研训院的院长 他这个来到金融研训院做院长 很多人都哇一声 因为他过去是花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显然花旗银行赚的钱应该更多更多才对 院长早 郑院长 大家早 非常谢谢你 郑正茂政院长 过去在花旗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 之后我们常看到他的评论 也看到他的预测 这个也都非常的务实 这个具有一定的权威度 那政府这个相关单位请你来金融研训院 一定是要这个这个发挥您的所长 我也看到你很多的评论 我们先讲一下 你怎么看这个2014年的台湾 您知道现在台湾的状况 就是买不起房子 薪资没有办法增加 物价在在涨 然后这个呃 我们的这个呃 公平正义 这个贫富悬殊 所以这些问题 靠着我们马总统啊 陈院长啊 朱云鹏讲的这些话可以解决吗 呃 这种问题是最近这几年累积的一个问题哦 嗯 那一个主要原因 我觉得还是这个美国QE政策造成很多资金到亚洲来 那这些资金到亚洲来 并没有投入到实体制造业的生产活动 反而把钱都跑到这个资产去了 嗯 所以造成这个资产价格的这个上涨 嗯 那因为他并没有投入到这个制造业活动 所以对创造就业并没有太大帮助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大家感觉到薪资没有涨就越很困难 嗯 那房价节节高升哦 那现在的因因之道 我觉得明年开始美国的QE要逐渐退场 哦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时候热钱会慢慢的撤出亚洲 嗯 哦 但是以台湾过去的惯性来讲的话 房价上去之后其实是满难下来的 嗯 哦 那台湾的这个利率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偏低的一个水准 嗯 哦 所以房价的问题我觉得比较复杂 短期间大概没办法解决 嗯 但是这个薪资方面来讲 现在其实上市公司上位公司他获利还不错 啊 所以我觉得明年应该比较乐乐意帮员工加一点薪水 你看最近报纸很多人都在讲一些呃服务业啊 比如说这个王平 王平鸿海 啊 对 还有东源就很多的这个大的集团啊 都愿意帮员工加薪 那尤其在这个电子业方面来讲的话 虽然电子业景气不太好 嗯 但是面临中国大陆这种高薪水的这个吸引把我们挖角 所以我想电子业这个加薪幅度也不会太低 嗯 嗯 所以你说明年呢QE退场之后这个热钱就退了吗 哦 然后我们的这个业界会来加薪 换句话讲短期之内这个我们的薪资可能呃到就是会稍微提升 但是这个能够买房子吗 物价上涨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现在你买房子大概还有一大段的这个距离哦 因为之前大家有看到台北市的统计就是说房价啊这个所得比大概15倍啊 对 所以不吃不喝不穿大概要15年才能买到 那央行的这个副总裁杨副总裁说过他认为合理的应该是只有5倍 嗯 好惨哦 嗯 而且你QE退场之后会不会有利率伤升的情况 然后这个房贷的呃负担会增加会不会有这样的忧虑啊 呃当然如果明后年来讲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嗯 不过台湾现在的一个经济因为还处于这个低迷的阶段 所以央行即便升息也不会升得很快 你认为对 大家不必紧张 升息不会很快 明年一年当中应该不会吧 要到2015年 哦非常谢谢曾院长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等会我们继续来探跟啊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请到的是非常权威的这个金融研训院的院长 郑真帽郑院长 郑院长的这个评论啊 经济的预期啊 是啊非常受到关注的 这个他过去在花旗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啊你回到我们的金融研训院算是还为国家服务哈 嗯 这是我的荣幸 哈哈哈哈 不过你的朋友们都很敬佩你 OK好这个嗯 我们呢刚才提到咯 就是如果QE退场那这个热钱可能会退 那呃比较具体的产业投资恐怕可以进来 那呃可能会有利率上升 未来啊大概后年啊 那全球会有利率上升的呃疑虑 可是明年2014年应该不会 所以郑院长告诉我们大家 明年的呃这个呃情况还不错 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房贷啊 买房子的这个呃负担不会短期内增加 第二薪资您刚才讲企业界愿意 对加薪3到4个percent 那3到4个percent 因为这个不高耶 当然不高 可是跟今年来比已经改善很多 因为今年2013年整个明目的这个薪资 这个上涨幅度不到一个percent 那实质薪资更是倒退 因为你CPI上升比 对那明年因为今年为什么没有加薪 因为今年是今年期要发这个年终红利 是看去年的表现 那去年表现并不太好 嗯 那我刚才讲的 今年上市上规公司获利 其实不错 嗯 所以明年应该有加薪的空间 明年有加薪空间 这是好消息 第三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中经院估计是有三以上 三点零几 那可是我们的主计处是说只有2.59 那您怎么看 呃 我觉得主计处的预测可能稍嫌保守 那我觉得他稍嫌保守的理由 最主要还是在这个消费的部分 呃 看着比较保守 嗯 哦 那另外一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过去两年来 他都是预测比较高 然后一路下修 所以我想他新的策略就是先预估保守一点 明年再一路上修 哦 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台湾现在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就是两三个percent左右 嗯 所以我们应该要检讨的就是说 怎么样再恢复到四到五个percent的经济成长 嗯 而不要精进计较到底是两个percent还是三个percent 因为跟过去来比 这都是很低的数值 但中金院不是他昨天公布的三点零四 三 他说这个以后的这种低迷是新的常态 对 您同意吗 呃 有这个可能性 嗯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在1990年代台湾的GDP平均成长率是6.8个percent 将近7 嗯 跟中国大陆很接近 到了2000年那个10年 降到剩3.8 嗯 哦 那我们很担心就是说 从2010年开始算 为这10年 哦 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 因为过去10年只有3.8 嗯 然后你在这个10年当中 2010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10.2个percent 嗯 2011年剩4个percent 嗯 所以几几乎把这10年的成长率都吃掉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2012年掉到剩1.4 那今年剩1.5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过去的表现 那其实是一个 呃 打针吃药所刺激出来的经济成长 嗯 那这两年就是欧美经济成长不太好 所以这两年台湾也不太好 嗯 但是怕之后欧美上来的台湾还是不太好 嗯 哦 所以就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必须要调整 那一般民众的工作心态 比如我们生活习惯 都必须要做一个调整 否则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成不必 我们其实所得还没有到先进国家所得 但是我们已经有先进国家的这种经济成长 减速的现象 你再继续说 那这些国家经济成长减速的现象是 人民不愿意勤奋工作 这个苦的工作不做 第二就是很常很多经济投资的这个案子是被抗议吗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对这些都是部分的原因 那你也不能说台湾的人不勤奋 因为台湾人民平均的公司可能是世界上前几名的 但是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工作来讲 这个效率上面可以在在斟酌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公司电脑都用了十几年 都都没有更新 对对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 那个公务的系统也还没有更新 效率 对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公务部门 说政府组织的改造已经进行了两三年 现在还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来做 就是整个政府改造的工程还并没有完成 那跟我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的的效率 还有我们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的这个效率 对所以台湾我觉得可以提升效能的那个部分 需要检讨太多了 你在金融研训院属于我们政府的财团法人的单位 对不对 其实对政府是有相当程度的建言的 我们的政府效能不足 你以前在民间应该也知道吗 感受更深刻 现在感受更深刻 那政府效能不足要怎么样提升效能 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沟通联系上 就是可能各部会的这个首长行程都太忙了 可能自己彼此就是见面讨论的时间比较少 那当然这个院会里面经常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这个聚会 但是我觉得这些聚会可能大部分都是叫幕僚 对很多事情来做报告 所以可能讨论的时间比较少 听报告的时间比较多 那我想就是说 因为你听完报告大家几世广益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政策的执行 那与政策执行 你还听得到行政立法的沟通协调 对对 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两岸福贸的这个协议 对金融业来讲 这是美式一桩 对 我们本来预期他应该很快可以通过 但是我们不预期就说 不晓得立法院为什么这个两岸福贸协议会耽搁这么久 对 所以你的意思其实我们要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这个政府相关部门手上的很多的公权力政策的执行 是要提升高度效能的 对不对 因为政府占很大的比例 我们的GDP里面这个消费的减少 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原因 因为人民我们储蓄率很高 可是人民现在不爱花钱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所得还没上去 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日本的 的日本化了这种隐忧 那过去日本为什么会日本化 就是说他长期20年失落的20年 对 最主要就是过去在泡沫破灭之后 他的企业 他的人民负债很高 所以过去20年 他们赚的钱就拿去还钱 对 所以自己不太敢消费 但是台湾并没有这个问题 台湾并没有很高额的这个这个负债 即便大家担心台湾政府的负债好像比较高 对跟其他国家比并不是太严重 那人民的负债 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 大家好像房子借了很多钱 但是事实上你去看整个房贷 占银行这个受性的这个比例来讲 过去三年来都在下降 所以也并没有说老百姓就是说 一旦这个房价下跌 大家就会觉得房贷你负担不起 就是说是有在家中 但还不至于到负担不起的程度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并没有很大的这个病 但是为什么 那原因出在哪里 原因我觉得还是在于就是说大家现在感受到有闷 然后对未来失去的这个这个这个愿景 失去这样乐观这个晋级的一个一个态度 那你这样你当然大家想的就是说 你不敢投资在股市 你想一个比较容易赚的钱都是投资在房市 然后工作你就是想做这个办公室的工作 你就不愿意去做黑手 那你在求学你就不敢到欧美去 你可能就选择到那个澳洲 就是说这很多的 我刚才讲的生活习惯的这个改变 大家想看早期的台湾其实没什么资源 但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家族 每天提一个公司包 就全世界去做生意 但是我们现在小孩 其实这个父母亲给予的客户 是比过去有过之而不及 但是我们要问我们的小孩 有没有这种机会愿意到这个全世界去打拼 所以我们各个的不同的层面 就要有所都要有所激励 就是最重要的还是信心嘛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企图心要增加 那这个金融研训院的这个政治贸院长 他这个属于政府的这个财团法人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而金融业您刚刚调到在等福贸协议 那相关的产业在等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我们在出口的增加在等TPP跟FTA 那这些东西不能加速吗 为什么总统的这个TPP跟RCEP的 这个加入的所谓的工作小组 二月才要就绪 我觉得好奇怪 2012年不是就跟我们说这是目标吗 那怎么现在已经20个月了 才要这个开始就绪呢 显然效能很慢 我们来这个等一会儿来请教这个政政贸院长 就是自由经济示范区怎么回事 你刚刚调到福贸卡在立法院 求求你赶快过对不对 不过金融业界都要苦了 第二自由经济示范区到底怎么回事 那第三台湾的股市究竟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投资 这个是你的最专长的部分 之一的 立刻回来 我是周一寇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节目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各位请到的是 金融延续院的院长 郑珍茂院长 台大经济系毕业 他是明师根大学 麦迪顺 这个学区的经济学的博士 学经历都非常非常优秀 到政府来服务 确实基本上是令很多朋友 感觉到非常敬佩的 谢谢 8点48分0 10秒 我们刚才在节目现场请到的 郑珍茂院长 他很快的也很深入浅出 告诉大家台湾的面临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TPP跟那个FDA 跟那个RCEP 现在政府是下定决心要推 这个是2015年以后 算是中长期的政策 那短期2014年 这个郑院长还算是乐观 薪资可以稍微稍微 增加一点点 然后QE退场之后呢 热钱减少一下 那增加一些投资 那这个利率也不会上升 好 还算是可以吗 那就是明年情况会比今年好 那就是3%以上GDP 我觉得机率非常高 OK 足迹处故意保守下修 保守低低低频度 所以明年才会逐步上修 不想这个重复过去一直下修的惨痛经验了 OK 但是最好的是在4跟5左右比较好 但是短时间台湾还没有办法 你说明年还是不可能 不太可能 那我们现在明年有很多特效 你刚刚讲到服帽协议 你认为这个立法院最好快速通过 否则的话会有问题 对不对 台湾 因为这个是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跟韩国的这FTA 这开始谈判的时间比我们慢 然后现在已经快要接近这个谈成的这个阶段 那我们从两年前开始 这个ECFA的一个早收清单开始 到现在两年后来讲服贸 然后还有商品贸易的 还有两个协议还没完成 对 这是ECFA当中的四个这个协议 对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谈一个协议 都花这么久 那你将来更复杂的TPP RCEP 这个牵扯的国家更多 谈判的复杂程度更高 那如果再这样谈下去 我看二三十年 如果都谈不下来 那我们的目标说要在这个两三年之内就要进入 那这个难度和其高 就我们变成一个托死狗的一个国家了 对不对 你现在来谈一下自由经济示范区 现在是江院长的最大目标 自由经济示范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2014年它会带来台湾的一些经济的这个曙光吗 其实现在政府要很多这个促进投资的这个政策 但是为什么自爱难行 那检讨的结果就是可能有些不是政府可以管得到的 比如说土地这个使用的这个问题 这很多是地方政府 还有这个区块定位的问题 然后比如说人才的引进 现在很多企业都是跨国企业 他如果要在台湾设计点 他可能很多国外的经理人要来台湾上班 但目前国内我们台湾的这个法令对外国人来台湾上班并不是那么友善 所以在大环境没办法全面改善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当然就是在示范区里面先来选择部分的产业来做开放 来看看他这个做的效果怎么样 如果做的效果不错 那证明这条路可行 我们再把它逐步扩及到全岛来来做 我们就变成自由示范岛经济发展岛 好那为什么自由经济示范区到现在 还在那个讨论的阶段呢 我想就是还是回到刚才讲的 这个可能是跨部门的这个协调 花比较多的这个时间 比如说一开始准备要放四个产业 智慧物流 这个农产加值 还有医疗 还有产业合作 但是目前我听到消息就说 产业合作这一个项目可能会被拿掉 因为不晓得什么叫产业合作 但是这几天报纸也有在讲 可能把这个教育事业把它放进来 那其实示范区是采取 之前是采取一个四加N的概念 就是说一开始先摆四个 那之后如果大家认为有需要 这N就是说要加几个都可以摆进来 那本来金融也在讨论 要不要放进来 那金融的概念就变成说 比较复杂 它到底是实体境外 还是虚拟境外 那你如果金融是摆在示范区面 它就实体境外 但是现在政府决定采取虚拟境外 开放的一个做法 所以就是说很多目标看起来很明确 但是你讨论到这个细节 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准备 其实郑院长很快告诉我们大家 自由经济示范区 本来就是要让政府松绑的一个过程 最后就是透过自由经济示范区 证明我们政府管太多事了 然后让你放松放松 变成全台湾政府都松绑之后 我们的经济的闷的这种痛苦 就可以冲破了对不对 希望是这样子 这是目标 变成一个自由岛 可是连自由经济示范区 都被现在的各部会之间互相 在那里抵消掉了 这样讲公平吗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赶快 把这个版本弄出来 那尽数提高 提交到立法院来通过 拜托还有个立法委员 立法院的服务协议都被 行政院跟立法院关系搞不好 该卡在那里了对不对 所以这就回到我刚才讲 这是我们的行政效能 我们是希望能够 这个推动事情要推快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还是蛮强势的一个 行政院的这个院长嘛 对不对 跟立法院关系非常好的 一个政府 就现在的政府政策 我觉得都是非常 方向上是正确 但是速度上 真的是比较慢一点 卡卡 自由经济示范区 最晚什么时候 这个实践是最好 最晚应该没有最晚 是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福贸也是越快越好 最好都在2014年 年上半年 或说今年就过最好 今年只剩18天了呀 因为我们的这个示范区来讲 其实它是这个 六港一空科技园区 那很多硬体 其实都OK了 OK 都已经可以完成了 江院长加油 自由经济示范区 跟福贸协议 今年到2013年完成 刚才准央了 了 感谢观看